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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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們現在要出發前往 下龜柔山的 家門咖啡 我看到這個路邊有個小小的 標示 然後就沿著 沿著這個山路就開上去 800公尺 剛剛我們有先查一下 它的評價 大部分的評價是說 這個地方很舒服 它沒有一些 像網紅咖啡店的商業感 整個感覺是很放鬆的 老闆呢 招呼的態度很親切 那我查了一下菜單 但它的價格也非常的平易近人 那如果像我們一樣 有開車來的朋友們呢 它的店門前呢 是有空地可以停車的 大約在300公尺就到了 那看一下它周圍的環境 很難想像這裡 會有咖啡店吧 走完下坡就到家 應該就是家門咖啡吧 剛剛有開一個道市 我們現在已經停好車了 這邊很好停車喔 因為它停車位還蠻多的 然後前面那塊空地啊 也是可以在第一個一兩台 那從它的這個 一進門看到這個立牌 就覺得其實很有巧思 它的這個立牌是一個窗戶耶 有沒有 復古的窗戶 然後上面還有窗花 我們走進去看一下 這個樹上掛著的 感覺也是DIY的東西 它這是啤酒瓶 然後做成一個很像 風車的樣子 這個很好玩耶 看著會覺得很想要自己做一個 然後我們現在走進來這個地方啊 然後是它的一個遊戲區 其實都不知道耶 不然我們本來都在那邊找說 到底哪一個咖啡店啊 有遊戲區 而且我自己本身比較喜歡這種 就是比較說三菱包圍的地方 然後比較與世隔絕的地方 這裡算是真的還蠻與世隔絕的 然後離我家又很近 既然不知道它裡面有 這我覺得宣傳真的是差了很多 不然它如果還有宣傳的話 我覺得這裡是會蠻多人喜歡的 至少我自己非常愛這種地方 然後看一下這邊有盪修籤 是不是可以坐著喝咖啡 坐著盪修籤喝咖啡 對啊 這裡有坐著盪修籤喝咖啡 然後我剛剛後面是盪修籤 你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 自己出了人工草皮 然後小小的車車這樣子 還有一些小動物 對啊 看一下 這邊也有雞耶 我家的滴滴最喜歡的一些動物 然後這邊有什麼 這邊有什麼 欸這個是什麼 欸這個是什麼 是芒果嗎 是芒果嗎 還是酪梨 很酷喔 環境很好啊 小小小車 然後這是它的環境 應該叫什麼 松鼠松鼠 欸裡面有松鼠 我們等一下過去看看 欸這邊有一些 恐龍玩具 欸這個是小朋友玩沙沙的地方 然後可以自備一些 玩沙沙的玩具來這邊玩 欸這上面是什麼 南瓜 南瓜 南瓜喔 欸哇好酷喔 欸也不用去看什麼南瓜隧道了 這邊還有標價 1.60塊喔 這一顆比較 比較青 這個是什麼 這應該是不哇 是不哇嗎 應該吧 我們要再買菜 不知道 看一下松鼠 養松鼠 哇它的 早餐了 中餐了 唉唷 看起來很害怕的樣子 趕快走 謝謝 自己泡的古瓜酒 嗯 整個店還蠻有意思的喔 然後它真的有在賣 真的有在賣 20塊 我去吃中小 拿一張菜單來點餐喔 那你不用擔心 沒有網路這邊有WiFi喔 這個環境真是很Chu喔 上面很多的那個 舊坡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滷球台 還有兩台小台的車 然後因為它這邊樹蔭很多 所以其實還蠻涼的 目前我們是在 這是辦事外的工程 這是紅酒塞 中國 復古的電視 先拍一下菜單喔 這個菜單上面有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自己是點了兩個冰影 為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空間 因為我們來的是一個夏天的午後 已經應該要非常的熱 但是這間小屋是被很多的綠色植物所包圍 所以在這個半開放的空間中 我們仍然能夠感覺到舒適的感覺 這是廁所喔 出來這邊其實走上去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也是蠻好玩的地方 這間小店一樣不是以華麗的裝飾為主要的賣點 但是在各個角落的小細節呢 卻是處處的能感覺到老闆的用心與巧思 切友先生呢 認為呢 一間店的豪壞 不在於 用了多少錢去裝飾它 而是主人用了多少的真誠去打動 這些住族旅遊的旅人們 他們家的點菜方式很特別喔 要自己到櫃台的iPad來點餐 那我們想要來一個 來燕窩洛神冰茶 然後 梅子果醋冰茶 再來一個大家都推薦的 黑糖地瓜生乳酪 然後送出訂單 我們已經要來了 然後這個是 桂花檸檬茶吧 另外這一杯是 梅子醋冰茶 然後它上面有棵蓋子 比較打開 所以 欸我怕搬倒了 我們等一下再喝喝看 這是我們的訂單 但是剛剛點單之後呢 老闆說今天 海燕窩洛神冰茶沒有了 所以呢 我們就換成了 桂花檸檬茶 我們的 黑糖地瓜生乳酪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好 吃吃看喔 這個裡面看得到地瓜塊耶 黑糖的味道還蠻濃郁的 然後上面 有一點點像是那種 焦糖固定的感覺 應該是 有把那個黑糖 稍微溶掉這樣子 有一點焦糖化的感覺 然後呢 它的生乳酪是比較 我覺得沒有那麼的厚重 是清爽的感覺 不過我很喜歡 是有點像 以前我們常常會去買那個 中山補物上面那個 吃吃看 然後它下面有那個 消化餅乾 哇 這個 整個都是我喜歡的 整個都是我喜歡的啊 好 好 打開這個飲料 先打開 然後 小小小小 很酷耶 它還有一個 蓋子 好喝 你剛喝那是什麼 梅子醋 然後梅子醋 沒有 不是那種 就是化學感的 就是 很像 就是醋就很爽 那種 有買過那種桃的那種 對那個就是 很酸 感覺像自己弄的 就比較平衡啊 沒有那麼化學酸醋的感覺 對對對 我們再喝另外一種 我們再試試看這一個喔 試試看 檸檬冰 桂花檸檬茶 好香喔 有那種桂花的味道 也是檸檬茶 欸 飲料都不錯喔 我覺得 你喝喝看 好 我還沒喝 我還沒喝 那我把它放到鼻子下 馬上就聞到那個 桂花的香氣 你這個裡面有桂花 對 塵在底下 嗯 那喝起來就是比較是 檸檬茶的味道 然後它的檸檬茶 也不是很甜喔 它就是 酸味比較多 有點像是 你真的在你的水裡面 加了比較多檸檬的感覺 但是也不會酸到說 欸 很不舒服這樣 我們一座要戴口罩喔 從單狗 我們來介紹一下 她室內好了 來到這邊啊 我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 跟朋友去花蓮嘛 然後 然後 我朋友就是 很會找一些小小的景點啊 那她以前就帶我去 花蓮的一家書店 叫做時光二手書店 那她的座位 其實就有點像是這樣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種 嗯 復古的空間啊 她一定要有一個這個 這樣的台燈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她的燈照永遠都是綠色的 然後這樣的空間啊 就很適合點一杯咖啡 然後就拿一本書 在這裡做一個下午 或者是 像現在也有很多的 自由工作者 那這邊我覺得就很適合 在這裡工作 然後今天啊 我覺得 蠻多書的 然後有各種種類的 如果你是 比如說財經的 或什麼的啊 還有出國玩的啊 像我們現在就要稍微 忍一下 因為應該快要可以出國了 但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趁的時候 也想出國玩 這也蠻有重興奮的 它每一個角落都 很有 小巧思 請你別看這樣子喔 好像沒有冷氣 其實這邊有冷氣的啊 哈哈哈哈 書蠻多的 你可以 考慮看看有沒有什麼 喜歡的 卡飛大拳 這個板凳也是 自己做的喔 是變鵝 變鵝是在做的 變鵝板凳 好啊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我要享受一下 我們去留的下午了 然後等一下要去 呃 載小朋友去學他們 我們今天放假的是 他們今天還是要上學的 然後 差不多四點半晚點 我們就要去 接小孩子放學囉 掰掰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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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